音樂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我們的估價方法 那這估價方法我們首先先介紹比較法 因為我們前面都有提到比較比較 比較的概念我們比較清楚了 所以我們先來看比較法 比較呢就是我們要找一個比較的標的 那我們知道要找什麼樣的比較標的囉 然後呢要跟我們的看顧標的去做比較 好那這個就是找到最重點就是 找到我們這個比較標的 然後用它的價格作為基礎 然後去經過分析比較做調整 然後去推估我們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估的 不動產的這個標的 然後去跟這個比較的價格 好它假設是一千萬好了 但是呢我的房子呢是有電梯它沒有 所以我的價格應該比它還要高一些些 所以我可以往上調一些些 好這個就是經過比較分析 然後我去調整它的價格 至於要增加多少價格 那就要看我們這個電梯使得我們這一棟 五棟才增加了多少的架實在 那這個方法就是叫做比較法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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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